卫英 回去吧 再过一会儿 这水就该更凉了 你在练功结单 不可过于贪凉 蓝忘机见魏无线游的畅快 若不提醒 还不知要游到几时 好吧 虽然有几分不情愿 但一听到结单 魏无线还是乖乖起水 你过来 蓝忘机催动一身灵力 把他揽在怀里 想让他的湿发 湿衣服快点干起来 整个过程中 蓝忘机眼观鼻 鼻观心 半点不敢往魏无线身上看 就差默念清心皱了 蓝忘机有些庆幸 自己从小有蓝家的四千条家规家持 否则还真的抵不住这妖虐的诱惑 魏无线在蓝忘机释放的热力中 也觉得口干舌燥 两人挨得这样紧 他心里痒痒的 见蓝忘机看也不看他 心知蓝忘机也在隐忍 就想说点什么 缓解一下这微妙的气氛 蓝湛 我们两个不是来抓鱼的吗 咱们忘了呀 一条鱼也没抓 就这样回去了 我抓了 蓝忘机一边用手 帮魏无线捋了捋头发 一边回答 啊 你抓了 哪有 你就是我抓的鱼 蓝忘机一把抓住魏无线 拖着他往回走 脸上露出了笑容 晚饭时分 魏无线乖乖地在饭堂 吃着蓝湿的健康营养餐 他也知道 蓝湿这药食同源的难吃饮食 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尤其是在结丹的这两年 吃这些 对于加速结丹大有助益 结丹这件事 对于魏无线而言 是目前最大 最要紧的事 若不能结丹 就如同普通人一样一老 更不可能与蓝忘机一起白头 他已经让蓝忘机苦等了十六年 不想将来有一天 又一次将他孤零零地留在这世上 也许是因为游水之后特别饿 也许是因为 想到这饮食有助于结丹 就没有那么排斥了 这一顿饭竟然轻松吃完 也没觉得那么痛苦了 魏无线心情大好的 跟着蓝忘机走出饭堂 又惦记着要去屋顶上看月亮 咱们不回境市 去家主客房吧 说好了去屋顶上看月亮的 为何地要去那边的屋顶 蓝忘机不解 不是说那边是 云身不知处的法外之地吗 咱们在那边的屋顶上 就不算违反家规了吧 蓝忘机心下感动 这人从来是随心随性 几时做事前 会这样去考虑 是否有为家规了 他如今做事有了顾虑 都是为了自己 好 要不要我去静市 给你拿一谈天子笑 可以吗 魏无线永远无法阻拦 天子笑的魅力 可以 那我去家主客房等你 魏无线正要转身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一把抓住蓝忘机的袖子 蓝缠 那个 那个 还没说出个所以然 脸却嫌红了 什么 那个 你 能不能 魏无线还是说不出来 声音越来越小 眼睛四处张望 好像生怕被谁听见了 魏英 你说 无妨 蓝忘机不知道 他到底想说什么 有点莫名地紧张 我是说 你 能不能把你兄长给你的那本书 拿来给我看一看呀 我 其实 一点也不懂 你知道 我以前都是装着很懂 其实我 嗯 我想看看 我总得有个心理准备 是不是 魏无线把心一横 一口气把话说完 脸已经红透了 蓝忘机怎么也没想到 是这事 眼睛里的笑意 藏也藏不住 动了想撩一撩 他的坏心思 你想学 看看嘛 魏无线咬牙 这个小古板 现在竟轮到他来撩我了 我跟你一起看 蓝忘机又问 不用不用 晚上我一个人看看就行了 魏无线连忙摆手 心里恨自己真不争气 好 我去拿 你若看不懂 可以问 我可以教你 蓝忘机一句话 说得意味深长 也不去看魏无线的表情 就朝静时去了 留下魏无线 在门廊下气急败坏的囊囊 好你个蓝战 你给我等着 随时恭候 蓝忘机的声音飘了过来 我去看魏无线的声音飘了过来 我去看魏无线的声音飘了过来